苏打绿2017年宣告修团三年 眼看明年即将满三年 苏打绿团长阿福近期依然工作满档 表示之前有看到几个不错的乐团 会跟他们做合作出单曲 这些年轻乐团都很厉害 自己比较像是孵化器、加速器 帮助新生代乐团有机会出头 他也预告明年苏打绿确定付出 虽然尚未开始规划 但保证作品将会让大家猜不透 早前苏打绿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 之后宣布修团三年 如今付出确定 粉丝纷纷表示期待